將鍋子 烤箱 電風扇等日常用品分別裝箱 再用推車搬進貨車內 準備送往新店阿美族西州部落與烏來重災區 這是新店崇光社大與翡翠福倫社一起捐贈的家電物資 希望對災區居民有所幫助 眾多人的一些愛心這麼熱絡 那我們這物資方面大概現在是已經夠了 那我想如果可以的話 那把這些多餘的物資看沒有辦法送到那個更需要的地方 那還有時候我們重灌社長期來 對我們部落的那種那種關心 這個是無用之以來 蘇敵的風災水煙無來 新店西州部落廣新等地區 造成當地居民損失慘重 套腿家具只能棄置一旁 地下室淤泥情都清不完 重灌社區大學於是在網路上號召民眾 勇約捐贈二手家電幫助災民重建家園 這些小家電呢其中包含有電鍋 包含熱水器包含電扇包含這個烤箱等等的 那總共的這些小家電的這個建數呢 大概達到兩百多建 可能就是今天晚上我們可能就要開始做那個 預防禁的撤禮 那這部分的話 那我們也會前面的一些跟氣功手這邊配合 目前西州部落的清淤作業已經告一段落 但隨著天鵝颱颱風逐漸進逼 西州部落也以備妥砂包防臺 預計在21號晚間進行預防性撤離 避免造成人員傷亡 凱布爾大代表出新聞 王振興採訪報導